今天我们白天还专门说 这个美国即将对中共国的银行系统 金融系统进行制裁 因为这说了对俄罗斯的全面的逃避制裁的金融系统 即将发起新的一轮制裁 这白天说的节目 录播节目还只是说是将要 在我们直播前半个小时 拜登就已经签署了最新的行政命令 刚刚签署 宣布加强美国对乌克兰战争中 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的金融机构的制裁 该命令允许美国财政部 针对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其他可能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国家的银行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周五在关于这 以针对俄罗斯的新白宫行政命令中声明中表示 美国希望金融系统机构 确保他们不会有意或无意的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协助者 这个美国副财政部长阿德耶默 周五在接受消费CBNC电视采访之后 说大多数主要金融机构都遵守美国 只在阻止俄罗斯获取其战争所需物质的制裁测试 但是还是有很多 这个俄乌战争快两年时间 一轮一轮的制裁 也冒出很多 哪些是逃避 故意逃避 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 首当其中就是中共国 明确说了 中共国的四大银行 以及其他的一些银行 除了四大以外 基本上就是金融系统 都那个了 你像土耳其 阿联酋 或者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的银行 它有的是私人银行 但中共国的银行 它没有私人银行 它全是共产党的银行 都是中共政府的银行 说白了 对别的国家制裁 它不会影响到 什么土耳其总统啊 土耳其的国家 政府的资金 但是对中共国 那绝对是致命打击 当然美国肯定还要说好话 所以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说 这不是针对某一个 就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国的 这是针对哪些银行违反了 就违反 你中共国自己说的 你这银行 不属于中国政府的 那就行啊 你就别着急啊 就跟那个武汉实验室 如果不是中共政府的 那就到美国来接受听证 如果是中共政府的 那就表明 习在背后发动的朝鲜生物战 一样的 如果说中国这些银行 不是中国政府的 不是中共政府行为 那制裁就制裁嘛 就像美国一样 美国说制裁美国银行 跟拜登有啥关系啊 美国银行 达通银行 或者是摩根斯丹利 摩根银行 跟美国政府 没半毛钱关系 该制裁就制裁 一点事都没有 花旗银行 也跟美国政府没关系 如果他们违反的话 违规的话 但是对中共国 那其实 其实美国都早就知道 这些所有的银行 就你自己 就跟那当年的赤币之战一样 你自己把所有的州 这个战舰钱连起来 那你就别怪别人用火工了 你自己吃多了 没事干 要玩集权 要玩专制 要玩所有东西 全都控制在你一个人手下 那打到这些 自然就会打他身上 所以这个金融制裁 在别的国家 那都是小事 说白了 他到不了 是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的全面打击 但是对中共国 那就是金融系统的全面打击 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说 哎呀 明天制裁中共是不是就利益 我跟你说 这制裁这个 他也是一步一步的 因为 但是这个行政命令已经发布了 美国财政部 那肯定是 今年发一个明天 因为有行政命令 这就是法律 有了这个法律 只要添加名单就行了 先制裁几个 你还活着是吧 你看香港 澳门 然后再连续的不断的加码 等到 要不了多长时间 因为这个制裁是很严厉的 是彻底 踢出美国 以及全球的SWIFT系统 这叫做金融机构的制裁 俄罗斯的那些银行 已经踢出去了 在2022年2月24号之后 我记得一两个月之内 就已经把它全 踢出去了SWIFT的系统 所以俄罗斯当时卢布大跌 它只能跟中共国做生意 只能跟中共国 用人民币跟卢布直接兑换 但是现在这个制裁 我跟你说 绝对很猛 但是记住 这个摆竹之虫 你要去展 也是一步一步的 绝对不要幻想着 明天中共就不可能 它是一点一点的 记住 一点一点 这里也在 都是很明显 它是就是美国 这个先任的拜登政府 它是有步骤 有计划 面上跟你说好 啥事都没有 放心吧 其实就让你稳住 稳住 但实际上一点一点加码 就是这个东西加码 它都是有数据 背后一定是有大数据支撑 来看 中共国还撑 能撑多久啊 撑不了多久 再加 再撑不了又加 它不可能一次性 就像大牌一样 它不可能一次性 把什么王二权 给它扔出来 它都是一张一张牌 因为你要看 中共国的接下来的反应 中共国针对这个金融制裁 一定会有反应 我们之前说过 中俄之间 它互相之间的 这就是习说 2024年中央经济会议 以内需为主 对它说白了 它接下来跟美国 不做声音了 那俄罗斯和中俄之间 它还能活泼 互相之间 它要建立这个 你像中俄国之前 文革的时候 内循环 就是饿死人 都饿死这么多 它这个政权还是没倒 所以最终是啥 最终要看 哪些招会产生质变 这是关键 大家看 现在这个形势 对中共是极为不利 极为不利 我们再来深入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极为不利 你看 首先中东 美国这次联合舰队 多国部队 沙特 这阿联酋都加进去了 红海 苏伊士运河 现在表面上 是胡塞武装 那未来就是啥 那就是美国控制 全面控制 苏伊士运河 它影响的直接影响哪里 影响的是亚洲 并不影响欧洲 也不影响美洲 我说它是战略资源 你不要去看什么 衣服鞋子那些东西 主要是战略资源 波斯湾也是下一步 中共国和阿联酋 沙特这些 你想想 你觉得他们还会和中共国 继续搞下去吗 对 它现在肯定还是 但是绝对是慢慢的 抽离 抽离 脱离 因为在中东的这个局 美国就是将计就计 那很明显的一步起 航道 航运 现在美国也全面控制了 无论鸿海的航运 雅丁湾的航运 现在虽然说白了 胡塞在那里 今天美国明确说了 美国白宫明确发话了 怎么说的 说胡塞背后就是伊朗 这是明确说出来的 这很关键 我告诉你 说白了 接下来就是对伊朗 就整个中东牵扯的是啥 能源 油价 它很明显 一步一步给你斩断 还有金融 金融系统 说实话 中共国 你看那个谁 什么余建民 为什么 什么阿布扎币 逃在那里 逃避到逃犯 为啥 很多都在那里 为啥美国在那里 它就抓不了人 是有原因的 但是现在 慢慢的 美国的系统 它就会全面倒进去 中共在那里 它无非不就是想 一个是能源 二个就是金融 就中共国的金融系统 在中东的局势里头 你看那个叫什么 做比特币的 那个叫啥 那个叫什么 币安那个 那叫赵长鹏 他不是也是什么 阿联酋还是哪个国家的 护照吗 看到没有 这是中共国在 中东那里 金融战 它是一个重要的 洗钱的地方 我告诉大家 逃避制裁 逃避打击的地方 美国现在是军事 啪一下就控制了 慢慢的全面 把系统给它倒进去 接着就是各种法制 说白了 就是各种诉讼 各种官司 你要知道 这种制裁 你就是你要知道 中共它绝对的 它是想了很多招的 它面上的 有面上的银行 比如说四大银行 或者中共国什么 民生银行等等这些 招商银行 但是它有私底下的银行 那叫金融机构 比如说 在阿波扎比 阿联酋 土耳其 它也开了银行 那是私底下 帮它搞钱的 这些 你得要先把这个名单 给它搜集到 所以你看说 针对中国 土耳其 阿联酋 说白了 帮助俄罗斯 逃避制裁的银行 都是中共国的 在那边开的 有的是控股的 然后都跑到中共国 去洗一下 把钱就洗干净了 它是一个这样的体系 然后这里面又牵扯到啥 数字货币 牵扯到洗钱 地下银行网络 牵扯到啥 甚至各种武器交易 牵扯到对恐怖分子的 各种交易 这些美国为啥查不到 为啥 查到一定时候 它就查不下去了 就是因为中共国 就你可以 比如说 它直接在阿联酋 土耳其开个银行 甚至收购一个银行 它也不用开 说白了 就是控股 某个银行 占百分之多少 然后土耳其这个银行 美国去查的时候 钱怎么洗的 到中共国 钱打到中共国去了 中国回来 它就洗成功了 这里头又牵扯到 多得去了 比特比 牵扯到南部走线 对这资金网络 牵扯到啥 弯泰尼 说白了 俄罗斯 这个一年多时间 对俄罗斯的 全面的逃避制裁 我跟你说 中共国 它也不是明着逃 它是啥 它是就跟那锅一样 钱转三四道 转完以后 你都不知道到底 就你查都查不到 它是一个这逻辑 它绝对不会说 这个中共国 直接卖一个 国防的那个东西 直接就打到俄罗斯 但是先 可能打到阿联酋 某个银行 或者土耳其 土耳其银行 然后转来转去 阿联酋那些银行 那可能就给它 现金出去了 因为那边 现金多 阿联酋那地方 现金多 因为它石油 石油交易 甚至物物交易都有 然后就可以通过 换石油的方式 就以前 趴在它账上 这边给它石油 一张期货单据 或者一个石油的 一个合同 就可以了 你拿着这个 就可以去 这就逃避 美国的制裁 所以很多人说 这很明显的事情 为什么 美国要搞这么长时间 说实话 咱们都看到明显 但是美国它是 它都要把这个网络和脉络 给它挖出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还要把它别的 可能逃跑的路线 也给它堵死 这是第二点 因为最终 是要削弱期 说白 这就是金融战 金融系统全面打击 削弱期 各种能力 金融是 就是融资能力 基资金运作能力 流通能力 如果美国这一招 出来以后 当然这绝对 不是中级的招 它还有招 美国这里 也是试探一下 说白就跟赶鸭子 看看你这个鸭子 到底往哪边走 这还有一个洞 就跟那个老鼠 堵老鼠洞一样 就跟那个哈马斯 你看这里 往水一灌 这里又冒烟了 好 再堵这个 这很明显 这一年多 就是来回堵 中共国 你看 这一步齐勒走了以后 它接下一步 绝对又是 又过段时间 就跟那个华为 那个芯片一样 它以为它自己 赢马了 实际上 输得更惨 美国要的就是看 你到底 它就是故意 留了一个口子 就比如说这个水堵的 就只留了一个口子 就堵老鼠洞 就留了一个口子 看看 到底这个口子 美国的内部 我不是刚刚说的 谁是他们的特务 谁是他们接应者 谁打配合 谁 就在那口子 一直看着 盯着你 现在发现 原来土耳其 阿联酋 这些国家 他们 好 那就开始吧 你说这杀伤力大不大 还有这个金融制裁 全世界的金融 都是谁说了算 不是拜登说了算 谁 犹太人 我跟你说 如果放在去年 美国拜登要去制裁 估计以色列 犹太人都不会配合 因为他们也还要和中共赚钱 所以中共 在以色列 哈马斯 这些事样的表态 这也是压死他们的 绝对的 当然也离不 绝对离不开 咱们说 穆罕默德 戴一副 哈马斯的背后 就是中共 重要情报有关系 你看 中俄 结盟 我们之前就说过 绝对是中共 死亡的 新的开始 一个是病毒 第二是这个 哈马斯这个事 我告诉大家 中共 这就是自己作死 但是他必须得保哈马斯 因为哈马斯 是他们养出来的 就像当年 中国共产党 是苏共养出来的 一样大量的证据和情报 所以这个金融制裁 你要知道美国 白宫也不是自己去操作 他都得要底下的 美国的各个 斯维夫的系统 得去配合 前段时间不是说 商务部长说 这个美国 对这个芯片 对中共国进行限制 但是居然还让华为 轻轻松松 拿到很多 这是啥原因 当然也有 我相信也有美国的策略 但是还有一点 说白了 就是具体操作热火 就是硅谷这些人 不愿意合作 硅谷的背后 那不就是以色列人吗 很多犹太人 说白了他们的资金 现在之所以 能够开启金融制裁 绝对是 跟那以色列犹太人 是有关系的 中共在背后 暗中和中俄一 一起邪恶中心过 组织反以色列 这些是迟 就迟早的事 这个金融 可以说是金融核弹 它是掌握在 说白了 就是犹太人手 我告诉大家 耶伦不就是犹太人吗 布林肯不也是吗 所以中共就自己作死 当然了 24小时没死 习 他一定又说赢马了 你看 美国制裁不管用吧 明天他还活着 他一定会说 你看 就跟那锅 哪怕抓进去了 他还吹牛逼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是啥 一步一步 摧呼拉朽 对着 所以你看中共 这两天发布啥 各种要抓特务了 政治局也要开会 抓特务了 民主生活会 抓内部颠覆者了 反颠覆 反间谍 各种三反四反 五反又开始了 甚至整个 在舆论上 生怕别人说 中共经济不行 全面打压 怕啥呀 因为他知道 这一次美国 是不仅仅是总统 可以发行政令 也底下的是会全面配合 具体实施的 从上到下 都是全面配合的 并且你要知道 这个网络 说白了 谁掌握这个网络 谁知道你的网络的 那个 你的详细的网络 那肯定 搞金融 那绝对是犹太人 说白了 你去问拜登 你知不知道 中国在土耳其的银行 他也不知道 耶伦也不清楚 他得要底下人写报告 然后再批准 说白了 拜登发一个行政命令 说制裁中国国 任何的银行 或者逃避 帮助俄罗斯逃避银行 回头 底下如果说 要跟你对着干 随便写几个 无关紧要的小银行 说已经制裁了 那这个行政命令 基本上起不到任何作用 就跟当时香港 什么民主 人权法案一样 法案都通过了 一点设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为啥 没人去执行 这怎么执行 执行是否到位 以及产生实际的效果 这是关键 这个对中共 现在可以说是 你看这个美国 白宫这里用词 极其 因为第一 他已经提前警告了 第二 说我只是对银行制裁 没对你中国政府 你招啥机 又不是你儿子 你怕啥 大家都装傻吗 动不动 习不经常说了 俄罗斯那里 对他们的军售 跟我们中国政府 中共没关系 我不知道 都是底下的民企 企业干的 那行 就对这些企业 那你招啥机 说白了 就是哑巴吃黄脸 有口说不出 这个制裁 第一是大量的美金 绝对是要冻结 流通信全部冻结 Swift系统冻结 那对中共国 这些银行 那就是致命打击 我告诉大家 绝对致命打击 这一年多 我相信早就已经 这个美国的 像自己投资机构 对中国这些什么银行 估计早就应该撤 都已经撤了 这就是窗口期 因为很多 像中国工程银行 什么这中国银行 都不是上市公司吗 很多在 早就已经 估计股票该卖就卖掉了 或者是控股权也有些参股的 估计也卖掉了 所以现在就是 干干净净彻彻彻底底的干他 所以你看 这一年多 很多人说招啥急 其实这些步骤都在走 只不过 美国这里 他做什么事 他做的比较细致 考虑的方方面面 就跟那个以色列 对着哈马斯 他不能打击平民 一样的 一样的 对着中共国的 这些所有的打击 你不能伤 美国里面的企业 所以呢 很多都是提前 悄悄的 该撤就撤了 该走就走了 现在就剩下一个 直接来干他就行了 你看 这就为什么 在这个之前 拜登先发布 禁止对中共国的投资 投资限制令 禁止中共国的各种 养老基金投资中共国这些 这都是做先手棋 先把这些棋 就跟下围前 先给你下好 如果那些棋 不下好的话 这一步计算 那美国的企业 估计就是成为了无辜了 很多肯定 还有很多 把钱存到中国的银行里 都有几千万几个亿美金的 傻乎乎的 悄悄的 撤了 现在中共国的钱 估计只有自己的 以及俄罗斯的钱 以及比如说 中共的特务的钱 你看这一弄 中共国怎么走线 我们之前说 走线的特务 他们都是中国银行 或者中国下属的银行 给他们开的卡 只要一制裁了 说白了 他们是走线的 在美国的 这绝对的钱都没了 我跟你说 没了 因为这些特务都要领钱 都要从中国银行 你看国不就是吧 都是通过香港 然后再给他打钱 用所谓的 什么什么洗逼 这种方式 特务走线的 这一旦没有经费了 你想想 后果是怎么样 这个他们在美国的 这种运作 这两天不是抓了一个 波士顿 就是不是波士顿 麻省 麻省的 一个福建人的餐厅 他认罪了 认什么罪 在里面洗钱 以及贩毒 肯定是跟粉碳有关 洗钱加贩毒 是一个网络 这些都是 说白了 他之所以洗钱 怎么洗的 就是中共国的银行 我告诉你 中共在美国的这特务 搞破坏的 这些钱都从哪 都是中国银行 给他们那个 这个比特币 或者各种数字货币 这种都跟这些有关系 所以这个 对中共国的金融系统的 全面的开启的第一枪 接下来会产生 巨大的连锁反应 我告诉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